他的意思是可能放了两只胳膊 然后就是受力不均衡 就导致了这东西就坏掉了 首先你拆那几个螺丝帽1000块钱 这是超高物价吧 镜头前这个无奈又生气的人是李女士 据了解半个月前李女士和丈夫花了40万 在当地一家车行买了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 可让夫妻俩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新车到手还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那个扶手本来是平放着的 我心态把它抬一下 抬的时候它就开始嘎蹦嘎蹦响 李女士说当时她也只是想休息一下 也只是随手把车后座的扶手箱抬了一下 谁曾想这刚一抬 就听到扶手下方传来十分明显的异响 这可把李女士吓了一大跳 当天下午就和丈夫把车开到了车店进行检查 但由于技师已经下班 无奈之下李女士只能等到第二天一早过来 而检查的时候技师表示 怀疑可能是因为有义务掉进后座了 于是只能将两个后座给卸了检查 并表示如果是有义务掉进去 那么李女士这边是要付全部责任和检查费用的 当时李女士对此表示没有异议 如果是自己的责任那自己也不会推诿 随后便让技师进行检查 但最后却并未发现扶手箱内有异物 而车子的异响来源 竟然是扶手箱的一个螺丝帽断裂了 这样的结果让李女士十分意外 因为扶手箱本来就是放胳膊用的 自己当时也只是轻轻抬了一下并未用力 怎么可能把螺丝给弄断 但随后车店技师的解释更是让李女士苦笑不得 他的意思是可能放了两只胳膊 然后就是受力不均衡 就导致了这东西就坏掉了 按照技师的这种说法 岂不是说自己累了 想放个胳膊 还得考虑一下让扶手箱受力均匀 否则就会导致螺丝断裂 这样的说法完全是将责任怪在了她的身上 而李女士更想不通的是 放个胳膊能有多大力气 甚至能把螺丝给弄断 所以技师的说法她表示无法接受 并怀疑是因为这个螺丝的质量不过关 才导致轻轻一碰都能锻炼 但李女士为人理智 没有在当时就反驳技师 而是等着看锻炼处的具体情况 随后技师也将整个扶手箱给拆了下来 但在看到锻炼处的情况后 李女士的丈夫十分无语 因为这用的螺丝锚钉完全就是一个塑料的 然后她这个螺丝是完全一个塑料锚钉 它怎么可能不断呀 你看它上面架构的弹簧件 那既然是一个螺丝钉断了 能不能直接另外换个新的呢 然而对于这个说法 车店的态度是没办法 而且还说就算换了也没什么区别 李女士表示 如果说车子是老旧的出现这种问题 她还能理解 然而这新车到手也才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她无法接受技师的说法 但随后 技师给出的修理方案却更是过分 一是人工费要李女士这边出 二来就是让李女士花三千元 换掉这个坏掉的配件 但随后又说 这配件现在没有货 只能以一万元的费用 换掉整个扶手箱 李女士的丈夫听完是又气又好笑 明明只是一个塑料锚钉坏了 却让她花一万块 换整个扶手箱 这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 让两人无法理解 而且既然是一放胳膊就坏 为何要做成这种易坏的塑料品呢 对此 李女士的丈夫怀疑 这是为了节省费用再一次充毫 当李女士对维修方案提出异议之后 车店的售后人员却表示 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她说之前来找她的一个客户也是 就不小心掉进一张抽纸去 然后整个也是废了 也得全换 随后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 调查员跟李女士夫妇来到了车店 但对于李女士遇到的问题 车店负责售后的经理表示 目前经过查询 的确是没办法买到配件 也没办法给李女士单独更换 只有总成 而对于一个新车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位经理依旧称是受外力挤压导致 但这样的说法 却是无法得到李女士丈夫的认可 李女士的丈夫说 买车之后 他们一直很小心地爱护着 更不可能出现用车装重货的情况 所以车店经理所说的 因外力导致的螺丝断裂是不存在的 而且当时车店在售车过程中 从未跟他们提过 这个地方不能受力 但经理却表示 车上部件众多 他们也不可能 每个部件的受力情况都一清二楚 而关于李女士提出的 维修车辆的人工费等问题 经理说 这些都是有统一规定的 但如果李女士这边依旧不满意的话 他们会与技师再沟通看 能不能有另外的维修方案 而费用方面 他们也会给予一定的优惠 对此 李女士和丈夫表示同意 但对于这个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 他们依旧存疑 而最后 我们也只希望 车点这边能信守承诺 给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费用和维修方案 给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质量 给出一个双方案